他被称为香港电影界最后一个全才 是导演里最出色的配乐大师 配乐里最出类拔萃的功夫高手 功夫高手中最杰出的编剧 编剧里最优秀的演员 不管身上带着哪个标签 他都能以顶尖著称 就连成龙红金宝也受到他的影响 他就是香港著名导演陈勋奇 拥有传奇人生的他 背后却有不为人知的心酸 最爱的女儿突然自杀身亡 如今又生化癌症晚期 却依旧坚持站在自己导演的岗位上 让人既敬佩又心疼 今天就来聊一聊陈勋奇背后的故事 陈勋奇不同于影视圈中拼命打拼的人 一入行就可谓是顺风顺水 从小就有导演梦的他 因为没有专业的学校去学习如何拍戏 所以为了离电影更近一步 他只能先考进少事音乐录音部 跟着著名的作曲家王福玲 学习电影配乐 那时的他才15岁 不懂音乐 你为什么来面试呢 我说我喜欢电影 好了 就这样OK了 之后陈勋奇便以同工的身份 边学边做 五音不全又完全没有音乐功底的他 没少挨师傅的训斥 可也正是严师才能出高途 就像是为专门音乐而生的陈勋奇 凭借着对电影赤诚的热爱和过人的音乐天赋 很快便被香港电影配乐行业圈所熟知 而这个工作一干就是12年 在这12年间 他几乎包揽了香港70%电影配乐 经典的音乐旋律 让许多导演制作电影时 只要一想到配乐部分 第一个想到的总是陈勋奇 他成为配乐界中比明星还明星的人物 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导演 成龙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的成龙想打入好莱坞 走的是像李小龙那般的冷酷硬汉形象 虽有一身好功夫 却不受大众的关注 而陈勋奇却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他认为 现在的美国深受李小龙的影响 如果走硬汉形象 势必会被李小龙的风头遮挡 不如开创自己的风格 也正是因为陈勋奇的这句话 改变了成龙一生的命运 开启了属于成龙的喜剧舞打先河 两人更是成为知心好友 事业正如日中天的时候 陈勋奇却突然退出了配乐行业 他还是想完成自己最初的梦想 成为一名导演 当时饰演光头神探的大导演 麦家宏极一时 就想跟着麦家学习电影制作 从副导演做起 可成龙知道后却极力反对 他认为 陈勋奇应该先从演员做起 只有自己学会怎么演戏 将来做导演时 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其他的演员 就这样在成龙的不断鼓励下 1978年 陈勋奇从幕后转向台前 从没有学过表演的他 演艺道路更是像开了挂一样 刚入行就直接被家和公司签约 第一部戏就以男一号的身份 与肥猫正则事搭档 出演动作片《妈宝闯八关》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刚做演员的陈勋奇 直接就在镜头中打了起来 这并非只是单纯设计好的花拳袖腿 而是铁打的真功夫 陈勋奇从小就喜欢武术 年纪轻轻便已经是跆拳到黑带 而演员这个行业 更是让他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也奠定了陈勋奇之后的影视类型 收获了一众好评 陈勋奇这个名字迅速被人熟知 但他并没有放弃导演梦 在拍摄第一部电影期间 就向著名编剧黄炳耀 了解怎样去编写剧本 剪辑视频等等 在参与的第二部电影《败家子》中 在红金宝那里又学到了镜头的运用 到拍第三部电影的时候 就有老板支持陈勋奇成立自己的公司 陈勋奇也正式开始他的导演演员 制片人动作指导生涯 电影一步接着一步地展现在观众的眼前 黑棒片《龙之争霸》 武侠片《编程浪子》 都是好评如潮 陈勋奇导演的名号也逐渐打响 期间他几乎没有再人指电影配乐 但尔东生指导的电影《心不了情》 却让已经金盆洗手的配乐大师 陈勋奇再一次出山 《心不了情》的配乐原本请的是 经常为梅艳芳作曲的音乐大家 但总是差了那么点感觉 达不到尔东生的要求 这时尔东生想起来了陈勋奇 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邀请陈勋奇出山 没想到陈勋奇爽快地答应了 他在《暴彼达》曲子的基础上稍作调整 调整后的版本令尔东生十分满意 而这首《心不了情》 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 但如果你以为 这就是陈勋奇的配乐巅峰 那就错了 下面这首曲子 才是真正的经典中的经典 没错 王家卫的电影《东斜西毒》中 这首《天地孤影任我行》 就出自陈勋奇之首 电影一上映就获得海内外业界好评 因为音乐过于经典 在刘正伟导演的《大话西游2》 和《天下无双》中再次被使用 也使这首绝妙的配乐 永远印刻在观众心中 之后为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 和《堕落天使》的配乐 又再次让陈勋奇 站在电影配乐行业的顶端 其中《堕落天使》 更是荣获香港金像奖最佳配乐奖 而陈勋奇与王家卫的交际 不仅限于音乐 王家卫的成就绝对离不开陈勋奇 当年年轻的王家卫 只是电影公司的一个小透明编剧 还因为写剧本过于磨叽 被电影公司开除 但在陈勋奇与演中 王家卫是一个终有一天 将会爆炸的 平平无奇创作小天才 就将他纳入麾下 一起参与电影的制作 果然后继勃发的王家卫 最终成为香港电影导演中的奇才 直到现在王家卫 也是尊称陈勋奇为大哥 可是也得意的陈勋奇 却无意中忽视了已经身陷 抑郁症的女儿 陈勋奇给女儿起名为陈开心 本就是想让她无忧无虑地过完一生 但踏入娱乐圈的陈开心 因为感爱感恨的性格 接连与杜德伟 黄又南 李思杰和马国明传绯闻 多家媒体都指责她是小三 还公开了她的私密证 娱乐圈的压力 让陈开心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2014年陈开心因为感情问题走向不归路 在香港坠楼身亡 在40岁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女儿去世的消息给事业巅峰期的陈勋奇当头一棒 直到现在她也没有完全走出伤痛 每每提及女儿 她都自责对女儿的关心太少了 也许是因为女儿去世的沉痛打击 16年的时候 正在为电影事业拼搏的陈勋奇 被查出患有甲状腺 尾芬化癌 医生告诉她如果不及时医治 就只有两个月的生命 经过33次放射治疗 陈勋奇报受30斤 身体变成了皮包骨 脖子处也溃烂得不成样子 声带也被损坏 好不容易熬过放疗 又被医生告知还要继续接受化疗 但陈勋奇等不及了 还有剧组演员等着她回去工作 身为工作狂的她热爱着电影视野 毅然决然选择回去工作 医生也拿她没办法 只能要求她每三个月回来复查一次 如今年近70的陈勋奇 还依然坚守在影视岗位 他认为江山带有才人出 对新人演员尤为关爱 还说自己不怕遇到笨演员 因为他明白 这类演员往往是最努力的 更表明自己会一直不停地拍正能量的电影 拍到99岁为止 纵观陈勋奇的职业生涯 几乎每一个都是从零开始 但又都做得出色 干得漂亮 她的人生归利多彩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仰 不愧是香港电影的最后一块归宝 我相信广大的影迷也不求陈老先生能够再出作品 只希望他能够调养好自己的身体 幸福快乐 度过晚年生活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明星人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